亚洲如此的美丽 度假我们又该往哪里去呢 如何用最少的钱 享受最大的旅行体验呢 迪拜是世界级的国际城市 也是不少旅客到欧洲旅游时 会选择反击的苏鸟 到充满中东风情的迪拜自由行 必然要品尝的迪拜美食 就是阿拉伯料理 有荣获米其林推荐的迪拜餐厅 网美咖啡厅的巨大可颂 翻船酒店高端下午茶 老城区的街边美食 任我们从路边吃到高级餐厅 感受迪拜美食 从餐桌上带来的阿拉伯风味旅程吧 到迪拜旅游 这里有许多世界之最 像是世界最高的哈里发塔 最大的人造岛 中旅岛等等 现在连世界最大的可颂和咖啡 也在杜拜吃得到 到迪拜旅游 这里有许多世界之最 像是世界最高的哈里发塔 最大的人造岛 中旅岛等等 现在连世界最大的可颂和咖啡 也在杜拜吃得到 紧邻迪拜哈里发塔旁的BOLOX 是杜拜的人气餐厅 因卖住极度浮夸的巨大可颂和咖啡 在杜拜当地小有名气 就连迪拜旅游局 官方也有推荐BOLOX 如想要大 BOLOX的超大可颂和咖啡 要事先预约 脸盆大的咖啡是20人分 而可颂大概10人分时刚刚好 在世界级饭店地标 品尝顶级下午茶套餐 帆船酒店是迪拜知名地标 也是代表收华的标志性酒店 它位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迪拜的一座人造岛上 以高321米打造出一艘 类似于船帆的建筑结构 向世界展示了迪拜的 创新建筑风格 若不是住宿在里头的房客 基本上是无法接近 帆船酒店的 但如果真的很想去帆船酒店看看 可以选择帆船酒店下午茶 只要线上预约 即可品尝由帆船酒店制作的 精致的下午茶 及贴心的桌边服务 每到餐点都是顶级的味蕾饗宴 一生必然要体验一次 如果想品尝最地道的阿拉伯菜色 这间荣获2023米其林 必比登推荐的 Alkima Heritage Restaurant 便是最佳的选择 餐厅坐落在拥有 怀旧历史风情的老聚落中 并将环境打造成营地的样貌 寓意安然的环境中 服务人员揭穿住住传统长袍 让人在用餐的同时体验到传统的 贝都英人的生活模式 除了空间迷人 餐厅更是推出多样的阿拉伯菜色 有阿联球菜 阿拉伯菜和摩洛哥菜 和摩洛哥菜 有鹰嘴豆汤 炸菜沙律 鸡菊饭 甜品 炸蜂蜜面包等等 菜色也分为素食与荤菜 大大反映了阿拉伯民族特色和文化遗产 也让人从菜肴上 展开了一趟味觉的阿拉伯旅程 由于餐点精致 价格平实 让餐厅荣获2022年 2023年的米其林必比登推荐 吃到迪拜绝对不可以错过的一间餐厅 Ashwar Cafeteria以伊朗料理为主 还有第一次吃到的伊朗冰淇淋 而大家最熟悉的沙奇马 在这里也是必点单品 主要分为辣鸡肉和牛肉两种口味 辣鸡肉沙威马是最受欢迎的口味 采现点现做需要一点时间等待 上桌后 也看到分量小小一卷 里头却是满满扎实的配料 还有特殊的调味酱汁 而且一卷价格相当清明 说完了餐厅 那再来说说食物 究竟当地有哪些美食不可错过呢 鹰嘴豆泥 这种蘸酱人人喜爱 也是最易自作的一种 由鹰嘴豆 中东芝麻酱 橄榄油 蒜头和柠檬汁混合调制而成 鹰嘴豆泥 几乎是所有中东面包的 必备蘸酱 通常作为传统前菜端上 是阿拉伯饼的最佳搭档 可以涂抹食用 也是一款搭配现烤肉串的调味品 这款百搭蘸酱有各种口味可选 包括甜菜 牛油果等等 蛋原味人是首选 而是黎巴嫩餐厅 就供应完美的鹰嘴豆泥 洋溢着橄榄油可爱的味道 浓缩酸奶 来一口浓缩酸奶 哪怕再热辣的菜肴也能降温 这也可以说是当地老奶奶的一道秘密酱料 它可以单独用作蘸酱 是橄榄油和扎塔尔香料的好搭档 除此之外 它还是许多备受亲爱的阿拉伯 菜肴和阿联酋美食的重要调料 喜爱甜食的你 可以在全程找到浓缩酸奶芝士蛋糕 还有其他用这种酸乳点缀提味的甜品 马拉基石最初是一种 制作简单而柔软的扁面包 现在演变成为了一种 类似披萨饼的常见小吃 饼上常有奶酪 以及五香牛肉或羔肉碎等各种配料 在Baytown Merriam家产餐厅 你可以品尝到各种风味的马拉基石 但大人的扎塔马拉基石 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这款马拉基石每天现讨 面团顶部搭上牛制 百里香和七树 这三种经典混合调料 厚厚一层令人望之垂涎 塔布勒沙拉 是黎凡特独创的蔬菜沙拉 这道菜十分清淡 非常适合注重健康的时刻 其通常由干小麦加入香菜碎末 番茄 洋葱 以及鲜香薄荷制作而尝 讲用健康养生的阿拉伯大餐之前 先用这种美味诱人的沙拉开开胃吧 记得一定要在 Ruos Damask三厅点餐 品尝这种正宗美味 阿拉伯酥菜沙拉 是又一种素食选择 也是又一种素食选择 也是一款较为丰盛的沙拉 通常含有烤面包或香酥面包碎 阿拉伯蔬菜沙拉 长混合番茄 黄瓜和卢布等各种蔬菜 再加上一些石榴籽 丰富了口味和色彩 这种沙拉通常分量很足 吃开胃的前菜 也是迪拜城里 注重健康人士的主食 法拉肺杂丸子算在谈前 法拉肺杂丸子 是一种球形的经典油炸小吃 油饮嘴豆或蚕豆 混合一点点香料制成 这种完美的街头小吃 可以一口一个 蘸上香糯的中东芝麻酱享用 也可以塞在皮塔饼或面饼里 做成美味手卷 你可以发进这一房间 或这家深受当地人喜欢的 黎凡特街头餐馆 体验这两只法 无论怎么吃 你都会立刻爱上它独特的滋味 和酥脆的口感 烤肉串 随便哪张中东餐桌上 都值得品尝的主菜之一 就是烤肉串 它可以是任何串起来烤熟的肉类 而在迪拜最常见的一种 就是烤鸡肉串 这是一种传统的鸡肉烤串 先进特殊调味料 腌制入味 然后在正宗印度式 糖度里烤炉的慢火中烤熟 这种烤串 搭配浓郁蒜泥 真的是美味刺激 沙威马鸡肉卷 沙威马鸡肉卷 是我们是在迪拜流行了 数十年的全明星级畅销美食 鲜嫩的鸡肉混合了各种上头香肠 在旋转烤架上烤熟 然后卷入软软的皮塔顶中 再盖上层层爽脆生菜薯条 芝麻酱和蒜泥酱 只要尝上一口 你就会知道沙威马可以成为 在迪拜大受欢迎的小吃 同时也很实惠 沙威马是一款百变美食 可以选用多汁羊肉制作 还有辛辣的墨西哥风味版本 面包布丁 这是阿拉伯版的经典英式面包与黄油布丁 美味的面包布丁口感清甜 丰富饱满 口感润滑 虽然这道传统美食衍生出了很多现代版本 但它的最佳搭档依然是坚果 而且冷热相宜 我们推荐Teron Berita面包布丁 但从酒店自助餐到街头小吃摊 这款甜品可以在迪拜的任何角落尝到 库纳法 甜点里夹奶酪并不稀奇 但布丁里夹整块眼睛睛 黏糊糊的奶酪就不常见了 库纳法就是如此 听上去有点奇怪 但超甜的糖浆和咸味奶酪 加上坚果做焦头 正是最佳搭配 你可以淋上更多糖浆体验甜蜜风暴 也可以跳过这一步 直接享受圆软奶酪味的美味布丁 亚洲之旅 您有那些地方想去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让我们一起探索亚洲的美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来谈谈亚洲的旅游目的地和美食 首先我们提到了迪拜这个世界级的国际城市 迪拜拥有众多世界之最 如哈里发塔、钟驴、岛等 来在迪拜旅游 除了观光景点外 当地的美食也是不可错过的一部分 迪拜的阿拉伯六里非常有特色 无论是高级餐厅还是路边摊都能品尝到正宗的阿拉伯风味 而这次推荐的餐厅有Boho X三船酒店和Altima Heritage Restaurant等 它们分别以巨大的可送、高端的下午茶和传统的阿拉伯菜色吸引了不少食客 除了迪拜、亚洲还有许多其他令人惊艳的旅游目的地和美食 比如迪拜嫩的餐厅供应完美的鹰嘴豆泥 是阿拉伯饼的最佳搭档 而在迪拜 你也可以品尝到浓缩酸奶和浓缩酸奶和浓缩酸奶滋味蛋糕等甜品 此外 马那鸡神塔布勒沙拉、阿拉伯蔬菜沙拉、法拉肺杂丸子、稍微马鸡肉卷等 也是亚洲美食中的经典之选 亚洲如此美丽 度假 我们又该往哪里去呢 无论是迪拜还是其他亚洲国家 旅游和美食总是让人期待的组合 让我们一起去探索亚洲的美景和美食吧 对于这些旅游目的地和美食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谢谢收看 我是Ryu博士 再见